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GARP加Angla加Express 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 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一系列课程的第8讲 也就是我们这个 第一次来见识一下AnglaJS这个东西 在说AnglaJS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JS的一个酷与框架 什么是JS的什么是酷什么是框架呢 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JQuery 这个小心大家都不陌生 那么JQuery的话就是JS的一个酷 它呢是对我们这个JS去 包装 或者是这个简化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扩展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使用它的话可以与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酷进行一个 结合 它没有一个侵入性 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所所谓的这个JS的一个酷 那么框架是指哪个呢 AnglaJS就是我们这个JS里面的一个web框架 那这个和JQuery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AnglaJS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遵从 他的一些约定规范 然后按照他的套路走 那么才可以 走得下去 也就是说 酷和框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 他有没有 规定你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写法规范 这类的东西 好 说完了这个JS库与框架 那我们来 具体看一下Angla是个什么东西 好 这呢 说再多 有没有他的官网 更 容易理解了 这个曾经呢 这个AnglaJS是 被这个防火墙挡住的 但现在呢 可以打开这样一个首页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JS JS 还是加在不完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部分的一个效果 都是不全的 那什么是AnglaJS呢 这就说了 HTM呢 它是非常好的 很容易的定义这个静态的一个文档 但是如果要想要想来定义这个动态的一些试图在这个web程序里面的话 那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然后AnglaJS呢 它就是让我们扩展这个HTM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呢 让我们 写的这 开发非常快速和方便 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好 再说呢我们这 也就不多说了我们概念写的东西我们就少说一点 我们具体还是来演示一下怎么来使用Angla 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示例 HelloAngla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切换到这个前端的collect这样一个项目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 这样一个 写法 注意看了 这里呢 这里呢我们已经引入了Angla和jquery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这里已经 显示了 我们这里呢再来让它稍微 复杂一点 怎么复杂呢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demo先给它吃掉 因为我们暂时用不到这个 我们先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结构 这个 assets assets里面有个 有一些插件 然后呢我们有我们的一个业务的一个 代码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什么呢 就需要专门放个文件夹来存放 这里呢我们 习惯的是怎么做呢 是把所有的这样一个 代码 全部 定义层 这个东西 好这个 它出来 我们要放到最外面去 这样的话待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功能的一个切分 然后在最外层的话我们除了index.html 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入口点 也就是我们的 index.coffee OK 好接着我们来写我们的这个 页面 这呢我们就比这个直接显示 更写的稍微复杂一点 好 好 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做一个 具体的东西出来 怎么来做呢 好 我们为了简单的话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进行一个书写 想一下 想一下我们如果要定一个模块 我们应该怎么做 engla 点 mod 然后呢我们的模块就叫 app 注意了 这个语法就是我们的engla定义模块的一个写法 通过 模块的 名字和他的一个依赖来定一个模块 然后第2步呢 我们就可以配置他的这样一个container 这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就写 hello 注意了container之后 我们 标准的一个写法的话 就应该用宿主 这样一个做法 第1个呢 是他的一个依赖 然后后面呢 再根据他的这个依赖 来进行 注入 好 这我们可以 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word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里 就要需要去怎么做呢 就需要来引入了 注意看我这个 这边的一个写法 src 等于 不用打这些符号 assets 其实我们没在这里写 我们直接就是什么 index .js 换起来 注意看 这样一打是不是就直接出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指定一个 App 看一下 其实这里已经指定好了 第二步呢 就是说 指定我们这个containe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怎么做呢 我们就能够访问到我们的一个 对象了 注意了 访问的方式是怎么做的 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可以直接访问看一下 这个地方由于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构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根据我们的构建来跑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启动 构建 注意看 由于我们目录结构的一个变化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构建 它会 失效 所以说呢 我们是完全可以进行 它来进行一个处理的 你看 这里现在就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它显示的这样一个 类母就给我原样显示出来了 所以这呢 我们就需要 有一些的一个处理 什么原因出错呢 可以看一下 MyApp没有找到 所以 可以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我们这边定义的App是 MyApp 然后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边编写的时候 是定义的 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改成我们 正确的一个名字 然后再来看 有没对呢 现在OK了 就已经 成功的一个 执行成功了 注意看 其实 当它反应慢的时候 它会一闪而过 那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专门另一个东西来 记录这些 这些 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个 Name 如果我们要想 让它 不是 这样的一个 不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如果让它不是 要出现这样一个符号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做法 叫 Ngbank Lame 好 看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闪了 它就只会没有 它也不会出现 特殊的一个标签 好 这个呢是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跑起来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还是觉得有一点 疑惑 因为 整个来说 东西太多了 可能不是那么你 容易理解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换一种方式 为大家演示一下 Angela 从 0到 跑起来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构建了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就写 写一个项目 Hello Angela 好 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 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 页面的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它来帮我们来管理 因为小巧快捷 好 这是它 另外的话我们就还需要一个什么呢 Angela JS 这个地方 我这里已经打包好了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直接引入过来就行了 我们可以引入这个小个儿的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HTML Hello Angela OK 第一步 我们要使用Angela 从第一步是什么呢 引入我们的一个脚本 好 这个呢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再来写一个 再来写一个 方形 Home container 好 随便 给一个值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看生命一个 ngcontainer 好 这里我们就 简单的 Hello 咯 想一下 这样代码能够跑起来吗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没有办法跑起来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没有启动 那如果说我们在最后再来跑一次 那如果说我们在最后再来跑一次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定一个模块了 定一模块就等于APP 然后没有依赖 好 container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homecontainer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访问有效吗 看一下 没问题了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 ngl.js 程序了 我们做的是什么步骤呢 第一步 引入 ngl.js 我们这儿加一点注释 然后呢 这边就是什么呢 定义 定义 ngl.js 模块 这里还有 定义 ngl.js 作用域 这里还有一点 定义 控制器 控制器 好 通过这个四个步骤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 到ngl.js 那我们再给他简单的一个扩充一下 比如说 这里给他引入一个input的标签 好 这里就可以写 ntl.js is 这里怎么做呢 ngmodel 注意看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12345 看一下是不是比较 独特 比较有意思 我们随便输入的时候 下面都会跟着我们的输入进行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呢就是ngmodel的一个特色 特色之一 双向绑定 好 那有没有办法 不用这种做法去做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我们还再来一个 index 一种启动 使用方式 index.htm 这里呢我们就命名为index.htm 当然我们从这打开 其实这个呢和这个是大红小异的 只是说我们这个app是可以不用指定的 我们只需要指定我们的controller 然后 这个时候 有没有效能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没有效果的 你就说当它定义了并没有保零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还需要一个步骤 angla.put strip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 这就是说启动我们这样一个 angla渲染 通过这样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同样 好是可以 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 所以呢 这里是两种不同的一个写法 但是当然他们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好注意了 好这些呢就是 最基本的一个angla的一个使用 那在说完这个的最本的一个使用之后我们有一个客户的一个任务什么呢 完成一个angla程序就是说实现hello name 其实这儿呢我已经为大家 把hello后面这一个和 双向绑定都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所以呢要实现这样一个代码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 大家就下去 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吧 这节课呢我们就 先到此结束